小 green ok 又用了一些東西 oh Jesus ok又用了一些東西 哇塞 有延遲耶 ok 又用了一些東西之後 又用了一些東西之後 ok 又用了一陣子之後 ok 又用了一陣子之後 ok 那我們 OK,又用一陣子之後,我們又排列組合了,把所有東西就是排一排,然後把它變成一個完整的音樂 就是 又用一陣子之後,我們就把我們的音樂各種 又用一陣子之後,我們就重新排列組合,把它變成一個完整的音樂,然後就不同段落這樣子 那玩一玩,然後我也稍微玩一下幾拍,就是它的快慢,一下是85,一下是126,我覺得聽起來都還不錯 又用一陣子之後,我們就又稍微 OK,那我們重新排列組合之後,我們就把它整個放到我們的時間軸上面 然後我們就稍微玩一下,就是把一些拼拼湊湊,我覺得這一段聽起來還不錯 然後我就把它拼到下面的魔鬼,然後就 What the heck? 那我們把所有元素放到同一個時間軸上,就是一個 那我們把所有元素放到同一個時間軸上,然後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完整 那我們把我們所有的元素放在同一個時間軸上,那接著我們 那我們把我們的說,那我們就這樣拼拼湊湊把它 那我們就這樣拼拼湊湊把我們的元素呢,把它放到同一個時間軸上 然後變成一個完整的音樂,那我也就稍微玩一下,就是拼拼湊湊湊 有點像DJ嗎?就是我覺得這一段聽起來還蠻酷炫的 然後我就把它剪下來,然後貼到某一軸下面 然後變得有點點綴,然後就是忽然有點呼應嗎? 就是有不同的元素,但是我把前面那個元素截取一些東西 然後放到另外一個不同元素裡面 就有點像DJ嗎?只是我這個是不是即時的 就是我在那裡拼拼湊湊研究一陣子,才把它剩出來 反正有一些空啊,像固定有空,然後中間也有一些東西空 就是東拼西湊,有些就忽然減掉一些 然後有了些就是忽然又增加一些東西 就讓整個聽起來比較有變化,而不是就一直重複重複重複 那我也多了一個不同音色的東西上去 讓它變得有一點空間,有一點夢幻 然後加一點Reverb之類的在上面 然後讓它有一點好像在泡泡裡面的感覺 反正不一樣,然後我也稍微玩一下那個BPM的部分 一下是126,一下又是85左右 我覺得這兩個聽起來都還不錯 因為後面的鼓點塞的有點滿 那85BPM就會聽起來聽得比較清楚到底在幹什麼 那126就會聽到然後不知道在幹什麼 就稍微... 因為底下樂器還滿多的 那那個鼓點就會...如果126BPM的話就會變成... 一坨東西 好啦,那差不多就這樣囉 那我們就來分享一下